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君可知 顺天府玄虹最高的三道是谁 明火僧 轻蔑湖 白衣大元 咒 先说这三道奇异 明火僧 此人 谁身在河门 却不吃该念国 持戒休战 反倒是耍得一手火药爆裂之手 所国之处尽是火海漫天 养几万千生里 有道是三生浮屠万归处 菩萨顿手 莫奈何 谢谢 谢谢之味 这是谁啊 脸好怪啊 诶 此人便是三道齐二 千变狐 花道长 花爷 花爷 你去哪儿了吗 三个月不见影 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想呀 花爷说好陪奴家放河灯的 你要怎么陪人家吗 花爷 花爷 尝尝奴家为你准备的西域美酒吧 哦 果然是葡萄美酒 夜光杯 尤其是这杯子 价格不菲吧 花爷真是好眼力啊 这宝贝可是奴家花了足足一百两黄金才换来的呢 你这俗物怎么能跟定国公献给皇上的九龙杯相比呢 你 你说谁俗 俗物 俗不可耐 你 你 你说什么呀 我怎么了 我 你这本来就是俗物 好了好了 哎呀 花爷 你看他 只是一个杯子 有什么好宝贝的 怎比得了我的宝宝呢 花爷来嘛 不要嘛 你站住 差颜是叫我吗 老王 眼神不错呀 没事的话 狐家先走了 传闻 前面狐有一千张脸 知雄莫变 善恶难分 来呀 姐拉你一把 正所谓 群罗叶地 苏流畔 醉海潮生 不知青 豐主播 把你РИ在简利 老园 说 课 把你 吃好 乱 den 给 给 来 请 请洁啊 站住 站住 抓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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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这儿 这边 抓紧啊 慢走 好的还挺快 让大爷好找 乖爷刚才会说其实好 我们少有八十老母 少了一套 这是你的吗 湯葫芦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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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悠悠 刚才 快走 这最后一位 虽和明火僧花老堂名列三道 却不具侠氏风采 正所谓 见风已荡积千尺 白云日上 夜中仙 便是那 白衣断云 灌熊 冠熊来晚了 在监视上瞧了会儿热闹 怎也不见花熊 那只狐独等不及 已经先下手了 花熊这么急着要做道圣 咱们三道齐鸣多年 今日 谁从皇宫道出的宝物最珍贵 谁就是当世道圣 皇上 天说九龙杯 乘放一饮葡萄路 是最合适了 臣妾想试试吗 爱妃莫及 来人 到珍宝阁 去取朕的九龙杯来 谢皇上 前辈 实在坚持不住了 坚持 多年的硬弓都快将你炼废 没有柔忍之术 今后你怎么提高 袁小棠 谁让你收拾 我眼下 尔克布朗 四小子 你是能看见是吧 嗯 下来吃饭 小婷子 你可来了 我想死你了 指挥室刚回府 肯定要找你训话 到时候你只好好认个错 估计就没什么事了 谁灿的小子 仗着跟定国庚姓武徐 就好不想打荡 是啊 要我说 打荡的胳膊都是轻的 轻的 再说了 已经光了你三个月 这处罚还轻吗 就是嘛 张嘴 我 我还不饿 这是我刚跟语初学的新菜 你是嫌我手艺不够好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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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嘴 这样才乖嘛 味道怎么样 小婷子 你跟我是何仇和 你什么时候有的凶啊 你没事吧 我打坏你了吗 鼻梁好像断了 我看看 骗个 严小堂你屁养千多吃死吧 指挥室让带袁小堂过去 这么快就去啊 我们还是快走吧 别让附近等急了 那方还没吃呢 你也不吃了 鱼给我吃啊 你可想清楚了 这可是小婷子做的 吃得死的更快 我在这被关了这么多年 早就活腻了 快拿过来 让我尝尝方姑娘的手艺 好嘞 等着 指挥室特别交代过 谁也不能接近这个犯人 没事 我帝要是怪罪下来 我扛着 开门 是 是 真难吃 难吃 难吃 难吃你的一次都没剩下 转 自下 自长 难吃 还是外面的空气好啊 小堂 其实 再过一个月便是伯母的 小堂 指挥室在演武场等你 你知道一会儿要怎么说吗 王副使不必多演 我心里有数 袁小堂 这事没完 一会儿 咱们躺上去 躺上去 只不够丈人事 雨婷不可妄言 嗯 小堂 一会儿你好好的和她 赔礼道歉 别让指挥室难堪 好说 好说 袁小堂 你刚才说什么 属下 不知错在哪里 请指挥室明示 你身为锦衣卫 目无法治 公开违抗上级 将其打致重伤 一律 盼你监禁三个月至今 你仍不知错 主下打人事出有因 指挥室不问原因了 属下不服 好 那我便问问你缘由 锦衣卫北镇府司总旗徐灿 奉旨查查岭南侯府 不仅公保私囊 还霸占了岭南侯的十三姨太 什么十三姨太 根本就是个妓女 那又怎么样 人家不肯做你小妾 你就把人家毁容 我 还打断了腿 袁小堂 你有什么证据啊 分明就是仗着你的是指挥室 你就 徐灿 你是怀疑指挥室不能秉公执法吗 我没那个意思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 真是太过分了 不如这样 指挥室给我换个组 徐总旗 也能少碍我几圈 林一位的编制 岂能儿戏 小堂 快向徐总旗道歉 王博士 锦衣卫为朝廷办事 立应公正严明 徐灿假公济私 我也就是为了锦衣卫肃内患 何谈道歉儿子 你放肆 指挥室 小堂年轻气盛 行事鲁莽 可定国公他 袁小堂 你错在公开违抗上级 难道明知是错得也要服从 那我申请单独办 好啊 老规矩 十招之内 你若能挨上我一片衣角 我就准你单独办案 一言为定啊 父亲 不 指挥室大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龙感 爱妃今天好香啊 皇上 花道爷的豆腐是这么容易吃的 好 指挥室息怒 小堂 罪不至此啊 这一刀 罚你出言不逊 莫无尊长 不知晋取 这一刀 罚你不学无术 不知晋取 三个月之功 无半点进步 就凭你也想单独办案 对了 这是瞎子叫我随着 好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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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啊 啊 袁晓棠 这是谁教你的招数 是我 是我自创的 好啊 地数十三世 岂是你能想出来的 我不是 袁晓棠这什么武功 地数十三世 是武林败类所惜的 最无耻下流的武功 当年你母亲 在世之时 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望你日后 能做一个光明磊落之人 没想到 你却自甘堕落 捡起你的刀 直观世 小亭子 你让开 是东城门的方向 速回皇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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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给他包藏 小亭子 你真傻 小汤 你别多想 只会是 我们去那边 我们去那边 可大家都去了 东城门 这叫声东击西啊 而且 我走不动了 你得背我 我开玩笑的 我开玩笑的 走 我开玩笑的 我不客气 你先来 加 quelque点 我开玩笑的 殿下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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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着 殿下明年急急 不知会嫁个什么样的驸马爷 这是那位高梨王子 真是仪表堂堂 若是嫁了他 这位高梨王子 据说已经娶了七位侧妃 我要是嫁了他 正好操起两桌麻将 不过 他的眉毛挺精神 殿下为什么要嫁到片原苦寒的高梨 我大明有的是年轻 丁英俊门当户队的贵公子 定国公世子就很温柔体贴的 定国公世子 虽是中山王徐达的后人 可惜他那副身子骨啊 哼 怕是连马都骑不了了 还做什么驸马呀 驸马和骑马没什么关系吧 殿下 就是啊 不过 世子的嘴甜 嗯 定远将军府的七少帅英武非凡 而且至今还没有娶妻 七少帅 年轻有为 为我大明立下汉马功劳 我是非常敬佩他的 可是 他常年在关外征战 嫁了他 等于守活寡 怪不得他娶不到老婆 不过 我有时也挺羡慕他的 天地广阔 我四海为家 总好过在宫里头 每天对着你们几个 殿下是嫌我们伺候的不好吗 少帅的鼻子长得挺帅 鼻子 是不是还少一双眼睛 对啊 快分分 看谁对眼睛好看 都不好看 算了 先听起来 我想要的 又岂是一张漂亮的画像 好可爱啊 这是什么啊 这个啊 这和尚害人不浅 好可爱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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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你这是什么啊 殿下你慢点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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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前几位 护卫圣上 殿下 皇上 尤殿全是 灭火求人 贵妃娘娘 宫中各处 重新布防 殿下 殿下 哪哪个熊 这么多 让佛爷怎么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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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 找到了 都说得天书者得天下 也不知道这里头都写些啥 半个字都没有 什么狗屁 有点意思 天书哥果然出事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整个皇宫 唯独这里没放烟火 一看就有古怪 出来吧 你 你是人是鬼 我是你佛祖爷爷 贼和尚 你有多少同伙 送送招来 兔崽子 废话那么多 马力儿的上来灵死 你接上楼上 交给我 小丫头 就这点本事 小天子小心 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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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尬 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速速交出天书 留你一句全尸 金刀斧 你来得太晚了 天书已经被我烧了 爸 你的伤 我不是跟你说过 天书已经让我烧了 怎么还穷水不舍的 天书水火不亲 怎会被烧 休要啰嗦 金刀斧 我倒要问问你 这天书到底什么来历 让你这样紧张 来人哪 爱情 救下 玉珠 他不是皇帝 小心 哎呀呀 跑得这么急 我家好热 哈哈哈哈 上民那位 从天书阁一直跟到这里 快现身吧 白衣断云 铃虎僧 花稻长 今夜三道都到齐了 那又怎样 正好 一网打尽 老爹好厉害啊 小唐啊小唐 你原家的绝世武功你不好好学 却跑去学那些下流不堪的功夫 而只会使生气 方才若不是我那个招老手偷游 你早就被那恶僧给捏死了 可惜了我这副好善面 你那破扇子算什么 知道老娘这把花金瓷有多贵你 今儿这生意赔大了 你俩别叽叽歪歪 瞧你们大家有的家伙 一看就不顶用 还不是被你这兔驴害的 你行你上啊 哦 啊 啊 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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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段兄 你为何还不动手 三个打一个胜之不武吧 那输了岂不是更丢人 段兄 让和三我 见识一下你的空灵剑法 可是 我没带剑 少废话 要难为了 多的 无所谓 等会 白衣断云这般武功 竟然甘做良上君子 可惜 金刀佛这般武功 却甘为朝廷鹰犬 可叹 走 指挥使 咱们分头去追吧 小婷子 你什么时候能长点脑子 放心 有老爹在 他们跑不掉的 男阵扶苏的人怎么也来了 这么大一件功劳 怎少得了他们 袁大人 抓这几个小贼 怎老您亲自动手 连铁浮屠都出动了 其实何必这么麻烦 交给我手下的小骑们 练练手怎么样 纪大人 守卫皇城巡查击捕 是我北镇扶司的职责 南镇扶司越祖带袍 不合规矩 卑职欣喜圣上安危前来护驾 怎么 到堂上不是啊 圣上安好 纪大人可放心 北镇正在抓贼 不劳南镇出手 素文锦因为南北镇扶司不合 我 湿上安排 水 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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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真的呢 快 抓住他啊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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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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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那边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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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大人 请勿插手 扶屠阵 活捉三道 第一位的鹰爪孙 今儿个佛爷陪你们好好玩玩 什么东西 快走开 这是炸药 快 这边还有 这边有 这边有 小心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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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快扔 小平子 快扔出去 扔啊 扔给你 后队 不要乱 原地防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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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飞掉了 啊 诚实不错 败事有余 快 想要天赎就来抓我呀 追 跟上 上阵临敌是扰乱军心 你给我好好反省 什么是临危不乱 我 反省反省 又是反省 老娘这般冒昧如画 岂能断送在这里 早就听闻南政府司火气厉害 段某不才 还是日后再领教吧 你没那个日后了 开枪 停止设计 天下 在哪 天下 天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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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 你到底在找谁 就是那个白衣人 哪 天下 哪有什么白衣人啊 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天下 天下 落空 天下 天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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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铜虎 你可都别放过 等等 停 是救宫主殿下 宫主殿下 恕在下失礼 刚才是他救了我 大胆 你可知鞋齿皇亲 是灭酒族的重罪 鞋齿 纪大人所言诧异 段某怎敢挟持公主 不过是想请公主殿下一同出宫游玩罢了 喂 你叫什么名字 草民段云 好 草民段云 本公主正想出宫逛逛 你受伤了 被伤狐快走 他们不敢拦你 我们去哪里玩 当然是请殿下去个好玩的地方 快走 公主殿下 此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江阳大盗 我听他 纪大人 公主殿下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被掳走了 这该怎么交代 你真奋斗 谁让你们朝公主开枪的 属下知识 守卫皇宫 本就是北镇府寺的职责 公主在混乱中失踪 当然是袁小枝的过失 今日之事 不可透明半个字 是 公主殿下 殿下 纪大人 这几个宫女 处理得干净 是 睡得正香把老子拉起来寻衣 跟你们说 肯定没好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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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呀 算了 咱们走吧 走吧走吧 好香啊 看到一个锦衣卫过来了没有 那不是吗 诶 群姐大 你看到一个锦衣卫跑过来了吗 喝 太臭了 不是你不是你 哪里臭了 诶 站住 你一个倒是 不在倒灌里清修 这三更半夜的 跑到这烟花柳巷之地干什么呀 说 回官差大人 听到 云游四方 靠向面之术混合饭吃了 好啊 那就给本大爷我向向面呗 听到官这位官差大人 印堂发黑 中有指纹 肌肤松弃 面有菜色 想来是有点失眠多梦 神经衰弱 疑神疑鬼 个性偏激 逢赌必输 出行不利 运气不顺 五体不勤 积食难消 可能还偶尽 可能还偶尔伴随 头晕 心 浑身乏力 你最近是不是食欲不振 还爱吃酸食 你这臭道士 疲痒了是吧 敢戏弄老子 小女子生活不易 不想冲撞了官差大人 女扮男装夜逛烟花像 姑娘好雅兴啊 小心 千面胡花道长 赏金一千两 老子我今天走运 要发大财了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脸可以变 身上的味道可变不了 香 三巧猫的功夫 也想跟倒也倒 千面胡上又一样 我又怎会无法呢 传闻千面胡是个绝色 EM ø 来来来 来来 抬头让 Claro 让大爷看看 你美不美呀 哈哈哈哈哈 你看看 我美不美呀 还凶了 花道爷 还能治不了你吗 你的伤不要减吧 一点小伤 不碍事 多谢宫主殿下 不用谢 你救了我 我才帮你的 这个给你 应该能换些钱 你就 你就不用再当贼了 难道 公主殿下 就不怕我是个 杀人不眨眼的 江阳大盗吗 你若真是那样的人 又怎会不顾危险 来救我 不过呢 你说过要带我 去个好玩的地方 可不能食言哦 殿下 可有想去的地方 有啊有啊 每年的这个时间 我们都会在宫里 放很多莲花灯 我想知道那些灯 顺着水流 都飘去了哪里 和宫中水道相连的河流 好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太好了 站住 干什么的 武城兵马寺寻城校围 奉命出城补道 开上门 灵火增 以无处可逃 交出天书吧 金兵马寺 天书就在这里 为了他 你们几亿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是吧 你说什么 当年慧禅大师在世 你们为了得到他手中的火药秘术 不许犯下滔天罪行 上百游人命 在你们眼中 别如同草剑 你说的是成家村啊 众生镀金 方正不提 地狱未空 事实不成佛 只可惜 人间与地狱 根本就没有区别 几位的阴爪们 先试一下真正的地狱灵火吧 好多 爹 你去哪儿啊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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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明火森 什么 盗盛的毒局 果然只是一个结构 这么看来 明火森自己的目的 不只是天说那么简单 火光飞机 乱响一声 是时候了 这贼兔吕风了吗 周旋 明天 放开 忘了日后能做一个光明磊落之人 这一刀 罚你不学无术 不知进取 捡起你的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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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救人 是 你去那边 是 魏师在这 快来人 小灵子 我得走 小灵子 小灵子 放开我 真怪事 放开 不可能 我一定不会死的 于事已成 领成先贤 忠于吴皇 奉事为一 掌执驾侍卫 巡查击捕 以为射计 决禅力 赤难忠心 始至不遥 干脑独立 愿得永胜 三道最大恶极 天理难容 我王通 今日发下重事 若不能为指挥使 和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让我 死于此刀之下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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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唐 去磕个头吧 为你爹送刑 小唐 快去呀 可怜的孩子 遭此恨祸 怕是有些懵了 小唐 你 你怎么能如此不敬 那不是我爹 你说什么 那不是我爹 我为什么要给他磕头 你这孩子 我都和你说了多少遍了 虽然遗体看不出本来的面目 但是从身上的衣料 还有指挥使曾经折断 又愈合的右臂骨 这就是指挥使 更何况 这把金错刀 乃先皇所赐 原家世代相传 指挥使从不离身 这还能有假吗 你去认个诗 也好让你爹入土为安 小唐 你要去哪儿 我去找我爹 小唐 不要自欺欺人 指挥使已经死了 他没死 我爹是大名鼎鼎的拢名金刀佛 是金错刀的主人 是锦衣卫指挥使 他总说什么我都信 我就是不相信 生我没完成 他会死的 你们还愣着干嘛 快去把三刀鼎我抓回来 是 是 来个房间搜 是 是 是 这边 这边看看 这边 你可要是 我来了 我来了 是这个人吗 我来了 对 就是他 我来了 晚上跟一个受伤的道士一起来的 您常来啊 给我拿下 是 起来 出不走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早啰嗦 锦衣卫就能随便抓人了吗 我是玄城校尉石腰山 你怎么证明啊 我有腰牌啊 我 我的腰牌 我怎么让这死活力弄到这儿来了 火气生云算什么本事 小泉 诗静诗静 大恩不言信 可是呢 你说我就这样走了 是不是 又是你呀 做梦去吧 大人这就走了 外面可都封街了 春宵苦短 不如来我房中再喝上一杯 大爷是寻城校尉 要去寻街了 小美人 是不是舍不得大爷了 我的药牌 被千面糊拿走了 寻城校尉 竟协助三道逃跑 你说 收了那骚乎 什么 还是你和他 走去大人 这个 那个 好像有些误会 误会 先保了再说 大叔 这真是误会 我误会 我是自己 自己人 你大爷的 你手脚赶紧点 别把老子屁股 小桃 小桃你等等我 小桃你等等我 你别拦着我 我要去找我爹 你一个人怎么行 要请我跟你一起去 我从小漂泊无依 是指挥师 叫我带到原家 抚养长大 原家的事 我不可能坐视不理 如果你认为 指挥师没有死 那他就一定没有死 我们一起去找他 小婷子 没事 有我在 什么人 谁 出来 宋 宋起大人 鬼鬼绥葬的干什么 小人有要是要 禀 禀报 但是 福利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是当不当说 有什么事 说吧 昨夜里 外面闹腾了一宿 找到我们大家都不得安宁 王武说 一个人值夜班无聊 说去叫马六买点酒 然后让我等着 说重点 是是是 我这左等也不来 右等也不来 我就说去牢里转一块吧 结果我一进去 就看见一只大老鼠 地牢里有老鼠 有什么好奇怪的 有老鼠不奇怪 可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老鼠 多有个三岁孩子那么高 绝对是老鼠成了精啊 老鼠精 这就是你要禀报的事啊 不不不不 您接着听啊 你老鼠一见我 就跑了 我也没敢追 就挨个牢房查看 您猜怎么着 那个瞎子 就指挥室亲自交代过的 三年不让沈的那个犯人 他不见了 瞎子约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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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带了楼主给你的口信 现在就要把天书带回去 你最好照做 否则的话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这是什么 回去告诉你家主人 天书先放在我这 你我三 你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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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这事有多奇怪 那瞎子 该不会是老鼠精变的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哪有什么鬼灵精怪的事 不过是迷信罢了 是是是是是是是 鱼刺 鱼刺 北镇斧司的牢犯 什么时候这么伤懂啊 这不是 原来如此 死虾的事早有预谋 我就说嘛 虾子又不傻 干嘛抢着吃你做的鱼 我做的鱼怎么了 疼疼疼 我肩膀又开始疼了 放开他 别难过 别自责 即使这伤是因为救你而受的 那也是我自愿的 小疼 但是拜托你以后千万别再做饭给我吃了 你放心 本姑娘再也不够了 放心放心 既然这个瞎子有用鱼刺撬锁的本事 那你们也拦不住呢 下去吧 大人说的是 属下告退 道圣之约是假 找人逼宫是真 贼徒律太可恨 段魔有一事不明 明火僧的目的 既然是天书 为何却要针对金刀佛设下陷阱 我们都上了贼徒律的当了 他才不在乎什么道圣 得天书 得天下 我看他是想要当天下第一啊 花兄可知 他去了哪里 鬼才知道他在哪 若让我遇上 一定不会放过他 鬼 说起来 段兄从宫里倒出了什么宝贝 阿九姐姐 你都吃了十串大葫芦了 这位姑娘是 那是九公主殿下 段兄好手段啊 倒也佩服 佩服 花兄莫要取笑段某 你那九龙杯可是当事奇真 再宝贝也不过是个杯子而已 怎比得了金枝玉叶的公主殿下 到圣之名 段兄你当之无愧呀 你的眼睛 我天生忙于目 看过很多医生都治不好 有意思 小亭子 你有没有觉得不对劲啊 嗯 瞎子是很可疑 果然你也这么觉得 三道昨天夜里黄成盗王 瞎子偏偏也在昨天夜里越狱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你说 他会不会和三道有什么关系啊 瞎子 是三年前被指挥室亲自关进牢里的 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此人 既没审问 也没立案 没人知道他的身份 瞎子教了我武功 按理说 他与我有仕途之分 我竟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是原来就有的吗 是地鼠十三室 什么 这是第七室 这是第二室 第九室 第三室 只是不是按着顺序 等等等等 你跟我说清楚了 这地鼠十三室 是你跟瞎子学的 你先等一下 我想到了 屈己从人不由我 永泉发力必关注 气如飘平 身如鬼 侧进横幅 过长街 这四句口句的最后一个字 连起来就是 我住鬼街 段大哥 为什么特意跑来放河灯呢 市井间流传的 关于鬼街与河灯的传说 阿九可曾听说过 是鬼故事吗 又最喜欢听鬼故事 大哥哥 快讲快讲 鬼故事 好吧 从前 有一个小女孩 她很爱吃糖葫芦 她是不是也有一个布娃娃 对 她有一个非常心爱的布娃娃 可是有一天 她把糖葫芦和布娃娃 都弄丢了 中原节的夜晚 小女孩很想念 她的糖葫芦和布娃娃 就把愿望 写在了河灯上 又把河灯 放进了富城河 那河灯一落在水面 就打起转来 然后捏着水流 飘在 看看 小女孩追啊追 来到一条陌生的街道 而她的布娃娃 正在那里 吃着糖葫芦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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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可怕 越想越可怕 真是抱歉 悠悠喜欢这个故事 河灯果然可以实现愿望 悠悠每年都放河灯 爹爹就可以回家来了 悠悠的爹爹也丢了吗 爹爹随军打仗去了 去了很远的地方 悠悠 回家吃饭了 来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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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争不断 战势难兮 苍穹之下 几世臣服 然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 家人平安归来 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殿下 你怎么 我牙好疼 一下吃了那么多糖葫芦 不牙疼才怪的 鬼街 我住鬼街 我知道了 下的是想让我去鬼街 这是他留给我的暗号 鬼街 你要去吗 当然要去 既然特意留下暗号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可是鬼街只是一个江湖传说 再说了 你知道怎么去吗 不知道 我知道啊 我知道鬼街在哪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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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 鬼街我最熟悉了 鬼街是我家 我带你们去 鬼街 啊 哈哈 废物 都是废物 犯狼 废物 犯狼 废物 一夜之间 恶森在皇宫放火 险些烧死朕的爱妃 那人妖 她不仅盗走九龙碑 还坏了朕的名声 让朕情和一看 九龙主和她的贴身宫女全部失踪 有传言是被那采花贼卢走 你们北镇扶司就是这么护卫阵 护卫进宫的吗 臣最该乱死 王通 最臣在 北镇扶司护卫不力 理当处罚 但时下正是用人之计 朕准你们戴罪立功 元宵之训职 实在是朕的损失 设计的损失 这被镇扶司 暂时由你来执掌 务必给朕击捕三道 找回公主 谢陛下 臣已经命人 全程搜寻公主和三道下落 势必将三道缉拿归案 只是这指挥使之职 有话直说 微臣戴罪之身 不敢领受指挥使之职 南镇扶司 镇扶司 纪大人 无论武功 威望 那样样都 远远的高过于 陈树北 陈斗胆 推举纪大人 领指挥使职 统于南北镇扶司 微臣 必将全力协作 请 陛下圣采 此言有理 南北镇扶司一向不合 若能够摒弃前嫌通力合作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请 陈在 朕命你 暂任锦衣卫南北镇扶司 总指挥使 特赐你金牌一枚 可查文武百官 可调五成兵马 三日之内 要是还没有公主和三道的下路 就不要怪朕无情了 臣 灵指谢恩 下去吧 爱妃 还是你知道心疼朕 这些家伙只会惹朕生气 连朕的妹妹都弄丢 皇上心疼妹妹 那臣妾 也心疼哥哥呀 朕本来也想让王通 接管北镇扶司 可他自己推掉了 而且他说的有道理 金鹰确实比他有自力一些 这些朝政 臣妾怎敢多嘴 臣妾只是心疼 我那老实巴交的哥哥 让人欺负呢 不会不会 爱妃放心 谁敢欺负朕的大舅子 阿九啊 阿九 你在哪里受苦啊 皇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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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飘远了 追不上了 船 船家 小船借我一用 接着 谢谢你 船家 不用客气 在那里 好多好多 河水逆行 河道之下 必定藏有机关 原来所有的河东都会来到这里 顿大哥 顿大哥 谢谢你带我找到这里 殿下心愿达扯 为何看起来有些失望 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曾经以为 这些河都能飘去更远的地方 离开京城 顺流而下 也许就能看到大海 我真傻 所有的河灯 也只是停在这里 风吹雨打过后 沉入河底化作淤泥罢了 并不是所有的河灯 并不是所有的河灯 殿下 看那边 为什么会这样 追上去便知 太棒了 大胆囚犯 敢偷听我说话 你活腻了 我真不是故意偷听的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是想走也走不了 好啊 你是 这不是那天晚上 栗战千面狐花道场 和那个妖道大战了 三百回合不分胜负的小兄弟们 我可算是找着救星了 这家伙你认识啊 他说什么栗战千面狐 真有此事 好像是 有吧 什么大战三百回合 明明是一下就着了 千面狐得到 这么丢人的事 可不能让小婷子知道 小兄弟 小兄弟 啊 你还记得我吗 要想昨天夜里 咱们二人一同站那妖道 你极致果敢 我离开 我离开了 我记得你 你怎么会给关在这啊 还有 你的衣服呢 哦 那个小兄弟 能不能行行好 先把我给放下来 再听我诉说冤情啊 变态 那千面狐偷走我的腰牌和官服 逃之夭夭 哎 可是那个徐灿 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到这里来 非说我是那只狐狸的同党 这简直就是千古其冤啊 哼 徐灿那小子 一心就请了邀功 这么说 这家伙不是变态 宗其大人 在下五城兵马寺的巡城校尉石摇山 为人品行端正 一身清白 至今未婚 就连姑娘的手 都没摸过 绝对不是变态 有嘴滑舌 刚才你说 你知道鬼街在哪里 此话当真 当真啊 我家就在鬼街 我再说就不过了 不过这鬼街 只在夜里掌灯时分才会出现 没有人引路的话 寻常人 一辈子也别想找到入口 你快说 入口在哪里啊 说不得 只有我带着去才行 嗯 嗯 嗯 我可以放你出去 但是 你要带我们去鬼街 证明自己的清满 哎 就等着兄弟你这句话呢 别看了 快走 叶小棠 从哪走 袁小棠 刚才跟着你们的是什么人呢 怎么一转眼就没了 和你无关 哎 袁小棠 我还算是你的上级 你就这么跟总齐大人说话 徐赛 指挥使曾许诺 若能赢他一招办事 小棠就可以单独办了 那天众目睽睽 大家都在这 你已经不再是他的上级 还指挥使指挥使的叫呢 我没心思和你这丫头斗嘴 新任指挥使刚刚到了 让所有人都来盐武场集合 我倒要看看 你小子还能嚣张多久 你说什么 我爹生死不明 这么快就新冠上任 父亲 小棠你可以补进去的 有纪大人统领南北镇府司 那三道必定首到亲来 王副使在皇上面前 指三言两语 就让纪某背了你北镇府司的黑锅 这 卑职一心只想为圣上分忧 何况大人还得了玉刺金牌 这满朝文武 即便是皇亲国戚 又有哪个敢在大人面前造刺 这北镇府司也就王副使是个明白人 是季营 人都到齐了吧 都到齐了 好啊 把名册拿来 是大人 你怎么混得这么早 还让锦衣卫插岛里头去呢 别提了 都是被那只倒霉狐狸给摊上 石小伟先生 快请快请 来 二位慢用啊 老板 今儿你这儿怎么这么清静啊 嗨 还不都是三道闹的 真个什么道圣啊 把整条街都给炸上了天哪 真是造孽呀 造孽呀 你说什么整条街 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昨晚明火僧在城里埋了火药 炸死了冷面金刀佛 和锦衣卫的阴爪不说 还连累了整条街的老百姓 金刀佛这一词 锦衣卫肯定满城搜捕 咱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对了 我听说 今儿个万鬼楼来了个大主顾 兄弟最近刚得了监护 派着点心气 这名火僧简直太可恶了 萧萧萧萧萧萧 我说你跟这儿着什么急 咱们做的都是小买买 甭冲什么英雄好汉 老子不过是个寻街 再说 黄城第一高手都给炸死了 哪轮得找我呢 这就对了 咱做咱的买买 闷声发大财 你不就梦想着提前退休 三七四七 儿孙满堂吗 混子 还是你了解我 那其他二道呢 白衣断云一向清高 多半不会藏这滩浑水 不提也罢 花道长那小狐狸虽然狡猾 但是胆小如鼠 偷了东西 肯定跑路了 没错 谁坐那 说你呢 大爷 我啥都没干 走远点 别碍着我做生意 是 小的马上走 等等 现在的小家花子 是真没规矩 等一下 给 拿去卖点吃的吧 去 慢点 你刚才给他那钱 好像是我的吧 我没注意那是你的钱 那这段酒钱 先进你账上呗 轻点轻点 你打坏了 还是要出钱 给我请大夫的吗 一个小小的寻成校围 竟敢看不起道理 拿去买点吃的吧 兄弟兄弟 中暑了吧 季大人 当务之急 还是 缉拿三道 巡回公主 查明册 也不急在一时 不错 王府是想必有更周全的计划了 这 卑职 谨遵指挥室 调遣 地上贵了这么多人 也都没有吗 启禀总指挥室大人 卑职有个计划 这位是徐灿 徐总期 定国公之子 起来说话 谢谢指挥室大人 卑职今早抓到一名串通三道的寻成校尉 对此人 谁行拷问 定能问出三道行踪 不错 卑职这就去办 季大人 那个人不见了 跑了 那个群接的已经走了 袁小棠 你这个内鬼 竟敢串通三道 说我袁小棠串通三道 这话谁信 你早上抓的那个 是我的县人 本来就要得知三道的确切位置了 结果被你不分青红皂白的给抓了 打草惊蛇 功亏一愧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 季大人 三道之中的花道场 却曾藏身在怡红院中 请大人 让被职带一队人马 将季院中所有的人都抓来审问 定能问出他的下落 徐灿 怡红院中上百人 把他们全部抓来挨个用刑 等你问出下落 三道早就逃之夭夭了 徐灿 你小子为什么总是跟季女过不去呢 小棠 你 你说什么 袁小棠 竟敢这么跟徐总棋说话 你以为你是谁啊 袁小棠 徐灿 袁大人事故未寒 你们就要挑起内后吗 徐灿 叫你的人退下 袁小棠 你从阳台里出来就没带爸 有本事别躲在女人后边 别被小伯 现在没有你那死鬼老爹撑腰 你他妈过来打我呀 你 爸 我 主席大人 小棠 你的伤口 你不识啊 你这么打人啊 主席大人 主席大人 你卑鄙无耻 有那么好小的 你们 住手 都住手 当着指挥室的面 你们这样成何体统啊 你们看看 谁还没个影呢 自己人就先动上手 北镇斧司 护卫皇宫不立 全体 法逢一年 皇城重地 就由南镇斧司职守 即日欢方 都起了吧 至于你们两个吗 在南镇斧司 出了这种事 应该如何处置啊 回大人 当堂斗欧 乃大不敬 轻则编二十 停职思过 重则 隔职除名 有不录用 袁小智刚愧自用 对手下不知管教 放任自留 才落得如此下场 什么 季大人 这 袁小棠 你说我是重罚 还是轻罚 打人是我不对 任凭发落 小棠 别说了 但是刚才 您说原指挥使的话 还请大人收回 袁小智 今日的下场 是九游自取 死有应得 几英 你再说一遍 放手 几英 你再说一遍 几英 几英 鞭死尸 是 大人 季大人 袁小棠身上有伤 可不念他 如情者已禀论罪 多说一次 交佛一宾 季大人 袁指挥使刚刚过时 小棠情绪难免激动 才会冲撞的大人 请大人 念在与原家旧人的情谊 饶了他这一回吧 况且 现在正是用人之急 可不能 犯了众怒啊 犯众怒 来人 在 脱去袁小棠的飞鱼服 摘取他的绣唇刀 逐出败振服寺 是 大人 不劳你动手 不劳你动手 小棠 方总齐 我有任务 要交给你 随我来 是 纪大人 小唐 小唐 请坐请坐 杨哥子 您慢用啊 袁兄弟 北镇府司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你们南北司不是很少来往吗 可我刚才看到南镇府司的人进进出出的 还有那个镇府使 外号叫白霄的家伙 鸡鸽 对对对 就是那家伙 他去北镇府司做什么呀 有完没完 烦死了 你的秀春刀呢 袁兄弟啊 你一爷们儿 大厅广众的巴达巴达掉金豆子 多寒碎啊 不知道呢 还以为我把你怎么招了呢 哎 滚 哎 快看 那个不是方姑娘吗 你来 吃 扒 吃 啤 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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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tin 嘤 嘤 嘤 金豆子 雨婷 我刚才好像看到袁小棠了 小棠好可怜 你真的不用去看看他吗 我有任务在身 袁指挥是刚刚去世 小棠就被革职 鸡大人也太好了 我听说 他和袁家还是世交呢 夏姐姐 话太多了 我知你是袁小枝的亲信 必然不服 属下不敢 可我现在派给你的任务 却是你无法拒绝的 三道不只是普通的江阳大道 能在皇城做下如此答案 必有接应 你去查出他们的底液 是 小棠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这是什么茶 这么淡 属下失职 我去给您换 不必了 大人 属下有些不明白 您取用方总骑士何用意 您可知道那丫头是袁小枝的养女 不过是袁小枝养的一条狗 能为我所用最好 如果犯事 立刻除掉 是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爹失踪了 找去呀 官没了 乐得清闲呀 小两口吵架 那更不是事了 传脸就和好 我绝对不会原谅他 刚还和我说 要一起去饶我爹 转脸就投靠了基因 这你就想多了 没准方姑娘 有什么苦衷呢 门都关了 说正根的 我这里有一个价值一千两的情报 你要不要听听 我没钱 这话说的 我能要我兄弟的钱吗 我刚听我一个朋友说 鬼阶今天来了一个 了不得的大人物 大人物 我猜他是为了三道而来 三道 三道刚从皇宫到得宝墓 这位大人物就出现在鬼阶 难道他是幕后主使 三道肯定要去和这个人接头 顺便销赃 没错 我们到时候来个人赃并货 喝 怎么样 我老实够仗义吧 一得到消息 第一个就来告诉你原兄弟 你在牢里救了我一命 我也舍命陪君子 走一蹬着鬼门关 有话直说 兄弟最近手头有点紧 那三道的赏金 若真能把三道和同伙一网打尽 赏金我一分都不要 好 要的就是兄弟你这句话 等 等 没事 我看看我看看 都排好队 有些冒说 在这附近见过三道 快点 包裹全部打开检查 给我彻底的搜 看看 说你了 喂 听话 搜的什么呀 大人 您看什么都没有啊 这四徒驴 简直丧尽天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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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信鬼了 怎么又是他 鼻子比狗海里的家伙 说你了 包裹 来 谢谢啊 谢谢啊 一点吃的 哼 哼 谢谢官爷 快点快点 咱们不是去鬼街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啊 官爷 走排好队啊 站一个 让让 让一让 让一让 站住 把车留下 哎呀 长官 您行行好 这可是 给小老二的生计啊 少废话 本长官 奉命搜查整条街 什么东西都不准带出去 去 哎 长官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什么 什么 要不 给府上的夫人 拿些胭脂回去 保管夫人七色红润 年轻十岁的 本长官 还没娶媳妇呢 快快快走开 哎 那也可以留着自己用啊 哎 还行 那那那那 拿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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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拿 快点 快 什么劣质胭脂这是 哎 老子滚 哎呀 臭老虫 有东西滚都远 快滚 快滚 再不过就告你方案公务 抓你问罪 我们小老百姓生毒不易 一辈子老实本费啊 既被我坑蒙拐骗 也不敢错见犯科呀 那位官爷他凭什么擦我的车子 毁我的生计啊 长安归长安 也不必斗砸烂的啊 我的车子 把他给我抓起来 小老虫 这会儿知道跑了 哎呀 哎呀 这位大爷 你来给我平平礼啊大爷 哎呀 我这不这臭老虫 臭老虫 敢在这里生事 你他娘都活腻了 我真没用 哎 哎 给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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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啊 嗯 快滚 不关我事啊 这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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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没事吧 把这个老头 给我抓回来 是 你 我爱大人绑了 给我绑了 哎 哎 哎 走 误会 走 误会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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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袁大公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 那 已经被季大人 除名了吧 我要去看爆炸现场 你们让开 等等 这里是封锁禁区 没有季大人的首令 任何贤杂人等 不得路内 袁大公子 您请回吧 哎 算了算了 这里不行我们再想办法 走走走 叫你生袁大公子 还真把自己当爷 这北镇府私的大门 现如今可不是冲你们袁家开了 离了你爹 你算个什么东西 呸 没事吧 没事吧 你小子是不是活腻坏了 袁小棠 你敢打钦差 给我把他拿下 去 臭小子 上啊 一块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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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大人 求您别打了 有话好说吗 小废话 再废话 连你一块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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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怜 再这么打下去 要出人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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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气大人 要不要追 算了 別耽误了咱的正事 继续搜查 小唐 小唐你说话啊 兄弟你可不能死啊 你别喝丧了 我没那么容易死 小夏姐 雨婷姐 和三道相关的案卷都在这里了 天怪热的 瞧你这一头汗 辛苦了 鸽子 不辛苦 这鸣火僧到处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他害了指挥使河那么多兄弟 多少条命都不够抵成 简示一下真正的地狱鸣火吧 这个千面糊不仅爱奇珍异宝 还爱美貌少年 几十个州府的人口失踪 全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 真是笑死人了 跑得这么急 颅甲好热 不要脸 这个段云是谁啊 这个白衣段云啊 是真正的侠盗 听说他酷爱古书典籍 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 道出了灵雨似的古今真迹 并留下戒句 那后来呢 三天以后他看完了 又把书原物奉还 还写信给方丈说 寺里的真迹其实是赝品 把那方丈给气得半死 这个画像我收了 夏姐姐好久花 明明是我先发现的 你给我 你给我 东燕姐 别闹了 你们是来办案的 成何体统 雨婷 神机营的火药库房 我已经去查过了 没有遗失和任何 搬运过的痕迹 为何要去神机营 火药是不能随意 运入京城的 所以 明火僧是从哪里 搞来那么多的火药呢 京城中 只有神机营 有大量的火药 既然不是他们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查 不 并不只有神机营 你们三个 在这里看案卷 尽量看得仔细一点 有可疑的地方就记下来 我去去就回 是 段大哥 这是什么地方呀 在这儿等我 段大哥 跟了我一路 各位辛苦了 北断云 正是在下 我家主人 请你去做客 你家主人请客 都是这般客套 敢问他尊姓大名 见面就知道了 爸爸快当心 段云 你真卑鄙 快解开我们的穴道 你们暗算在先 反而说我卑鄙 我们有青铁给你 有青铁你不早说 拿出来吧 没带身上 你先解开我们的穴道 骗人 段大哥别信他的 回去告诉你家主人 段某不日 并当去府上做客 你知道我们家主人是谁 残月楼主盛情难却 这见面礼 段某便收下了 段大哥 那些是什么人啊 无须在意的家伙 王副使 雨婷 急急忙忙的要去哪里 哦 我想去爆炸现场再看一下 这个 是指挥使的刀 你帮我交给小棠 让他早点回家来 谢谢你 我会交个小棠的 去吧 兄弟 我就过去看看 绝对不当我二位的事 滚 怎么办 怎么办 那边都是锦衣卫 我们过不去啊 站住 干什么的 快看 方雨婷 封记大人口令再死查案 嗯 来救星了 是方姑娘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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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总齐 总齐大人 哎 等等我 等等我 哎 哎 总齐大人 哎 等等我啊 还不走 哎 我跟总齐大人是一起的 哎 方总齐 哎 哎 我在这儿呢 哎 这儿 这儿 放他过来吧 哎 哎 还有一个人呢 啊 怎么救你自己 啊 啊 啊 他在那边呢 劳驾总齐大人 您亲自去看看吧 又和谁打架了 还能有谁啊 就南镇斧司那伙人呗 太多了 你说什么 没没没没没没什么 没没什么 我们是来那个现场查的 先办这个事好不好 哎呦 我的神啊 给你 哼 原小堂 我念一句 你跟着我念 于事已成 于事已成 秉成仙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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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吴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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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事为一 奉事为一 掌执驾侍卫 巡查机部 以为设计 绝传命 赤胆忠心 始至不咬 肝脑涂地 愿得永胜 好 这家伙是属狗的吗 我都解释过好多遍了 你还在生武器啊 以现场爆炸的威力判定 那恶僧肯定是事先埋下了大量的火药 傻子都能看出来 可是 这么大量的火药 是不可能随意运入京城的 除非不是从外面运进来的 京城中 能存放这么大量火药的 就只有神机营了 可我们已经去查过了 那里并没有火药一事 你忘了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主氏军被制造的南镇斧司 我没忘 父亲遇害 生死不明 季营突然上任 她在整件事中得利最多 可是 季营一直和我爹不睦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是季大人为何偏要让我来调查此事 他明明知道我和原家是什么关系 欲盖弥彰 也信谁不会 小唐 这事不简单 不可妄下结论 怀疑季大人 但总要找到确实的证据 怎么 季营不过当了一天的指挥师 你别对她如此忠心耿耿 小唐 你别误会 我 在你眼中 我们原家到底算什么 指挥师哥你 如同我的父兄 我 季营许给你多少好处 你为何总是维护她 公主方总结在新主的手下 关羽亨通了 你住口 我 这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有萧石 硫磺 胡若辉 石黄 雄黄 还有 你们看 我在废墟中发现了彭沙 你们有什么发现 南政府司那边我会去查 你多小心 哎 哎 这 这 这又是哪一出 这 哎 哎 哎呀 哎呀 老兄弟 这折腾了溜溜一上午了 要不 我们去吃点东西去 去鬼街 不不不不不 这大白天的哪里能见得到鬼啊 哎 听大哥的 啊 先填饱肚子再说 再行 别碰我 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我知道一个地儿特别好吃 是不是 跟着大哥走就没错 嘿嘿嘿嘿 嗯 福伯 哎呀 福伯 福伯 开门啊 福伯 哎呀 不是说吃饭去吗 这怎么到你家来了呀 真是 哦哦哦哦 我知道了 你家有大厨 对不对 哎呀 福伯 我们回来了 开饭 哦不是 开门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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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福伯 小心 光天花日切困了朗竟敢在京城行修作案 还有没有办法了 头发了朗竟敢在那里 那把刀 你们是什么人 姓段的没抓到 这里再出差点 咱们今天都别想活着回去 风姐 扯护 这几个贼人交给我 兄弟 你先救人 福宝 没事吧 走 来人 来人 被这货看到老子可就麻烦了 福宝 我分 少爷 老爷出事了吗 有人说 说老爷殉职殉职了 那是骗人的 对不对 福宝 你要信我 我一定能把爹找回来 福宝 那些贼人在我家干什么 你和老爷出去 一夜未归 我呢 就早早的去北镇府寺打停 可是大门坏了 看守的不放我进去 我就只好回来了 我刚一进门 我刚一进门就看到那些家伙 他们在乱翻老爷的书房 少爷 你赶紧去书房看看 看看少了什么没有 好 好 必须家伙呢 我一出门就看到了徐灿那小子了 我可不想再被他抓进北镇府寺的大牢了 这样气 你认得吗 没见过 看着不像是咱们中原的暗期 原兄弟 以我多年办案的经验来看 刚才那群恨衣人 那可不是一般的毛贼啊 所以 你们家老爷子是不是藏了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在这屋里 比如什么王羲之的书法 李白的靴子 公孙大年的肚兽什么的 没有 以前干过我家送东西的 基本上都被我爹查的敦大狱了 哪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真没有 你看看这场面这阵势 能让刚才那伙人那么拼命 那肯定是在找什么值钱的宝贝 我们原家唯一的宝贝 就是这把祖传的金错刀 我记得爹就是这样做的呀 你这是在找暗门是吧 来 交给我 可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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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鬼啊! 瞎叫什么呀? 袁兄弟,你家平时闹鬼的吗? 你家才闹鬼? 你好好看清楚 好端端的摆这么个玩意干什么呀 爹从不让我进这里 不知道会不会藏着什么秘密 袁兄弟 这个弩挺好玩的 送给我吧 你别乱动这里的东西 历布沈大人 三月十二 渡河时不慎师族落水溺亡 刑布张大人 三月十九 由监师马收金 坠马而亡 护布孙大人 五月初 依侠记 快马上风而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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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复巢 复巢之下 安影完卵 这是 每个人的死法都是意外 可意外太多 就变得可疑 再加上 死者都是官居要职 这是蓄谋已久的大阴谋 不仅发现了其中的疑念 所以 发现什么了 没什么 既然没发现什么 那我先去找点东西吃吧 你家厨房在哪 此事千年甚深 事关重大 这个十腰山油载滑舌 不能清醒 这封信 我必须妥善处理 我说为什么不吃了饭再走啊 你家厨房 不好 不好 是他们了 坏了 是那个家伙 原兄弟 我先避一避啊 别动 先前的烈纸腌胭脂胭味太呛了 竟然没发现是你 你 十笑味 十笑味 我们又见面了 好 十孝位 我们又见面了 小哥 别出声 要不你朋友就没命了 千面虎腿上有枪伤 跑不快的 大家分头去找 谁先找到 省十两银子 十两 走 走 才十两银子 道爷可是寻赏千两的大道 千面虎 你就不怕我现在就暴露 拿那十两赏银 锦衣卫才给十两银子 要是你乖乖闭嘴 道爷十倍赏银 当真 成交吗 十孝位 算了算了算了 那边 原来你们也在躲锦衣卫啊 还不是厉害的 快还我腰牌 那个破牌子飞金飞银 值不了几个钱 早被道爷给扔了 你 走走走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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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狐 你的图伙在哪儿 让那恶僧出来 你这是松花蛋滚下秤啊 什么 也不颠颠自己的金粮 道爷凭什么告诉你 这颗松花蛋叫袁小棠 金刀佛袁孝之是他老子 我听说明火僧把金刀佛给炸死了 看来是真的 躲下 你拉松口 如果你不 Teil 坐起探个 什么人 站住啊 奇怪了 明明听到有动静了 一只野猫 过去看看 是是 天上 嫩大个北京城 上哪去找这帮无孙的 可不 当了一天的差 水米都没打牙 兄弟们这差 当得辛苦 若不嫌弃 今天我请客 这让习总急破呗 不太合适了 不太合适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呀 南北政府司在纪大人统领之下 那都是一家人了 自家兄弟啊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 走走走 怡红院喝酒去 等等 总化蛋 我有话要说 我不要听 小唐 先听他说什么 不瞒你们 我也正在找名伙奉 那死秃驴 以争夺盗盛为友 约我和段云皇城盗宝 其实是想让我们替他背锅 本道义绝饶不了那秃驴 所以 我们可以做笔交易 别说花招 先把你装拿公案再说 等等 什么交易呀 本道义可以带你们去找名伙奢 我们凭什么信你呀 腰牌 这么容易就上钩了 你们若肯放我一马 道义另有重金仇信 那恶僧在哪里 城外封锁城内搜捕 明火僧若想出城 便只能走黄泉渡 什么渡 黄泉渡 鬼街的黑码头 鬼街里有码头 长街至此境 世间规矩止步 恶鬼游逐游 江湖恩怨回头 石校尉原来是自己人 天黑之前 城东北新仓 喂 小唐 不要追了 那只狐狸啊 是想评我们去鬼街 我们不如将计就计 把那三道 一网打尽 相计就计 鬼街那是我家呀 没人比我更熟了 那三道 颤不到便宜 石大哥 他为什么 说你是自己人 你们刚才说的那两句话 是什么意思 小唐兄弟 你怎么能怀疑我呢 去鬼街 去鬼街 走走走 来人止步 干什么呢 北镇府司总旗方语婷 奉纪大人之命 前来查案 可有纪大人手令啊 去库房还要什么手令 纪大人吩咐过 没有他的手令 谁都不能进去 总继大人 请回吧 回程 你说咱们俩怎么这么懂 什么啊 那兄弟们 都跟许总去和话酒去了 偏偏就咱们俩 这会儿轮班 你小子也不撒谎的照照 许总起什么身份 人家可是定国公的二公子 别看都是锦衣卫 咱可高攀不上哦 不待着吧 等会儿叫了班 咱俩也喝花酒去 你请客呀 我可请不请 有动静 估计又是耗子吧 走吧 走 短短三个月 竟然一公寓了一千多声炮药到北心层 什么人 别动 还想走 方总继 你在做什么呢 刚才都说过了 我在查案 查案 大人查案 竟查到我们南镇府司的库房里来了 嗯 等等 那是什么 老高 这可是重要的证据 不能落回他们手里 哼哼 总起大人藏了什么 最好乖乖交出来 放肆 我受季大人为人 在死查案 你们都退下来 我说 若真如他所说 这事还不好办呢 我去禀报季大人 你们俩看住了他 哎 等一下 一点小误会 何必 去禀报季大人 我交出来就是了 这库房里 好热啊 不如 我们玩个游戏 千年狐这招 还真管用 这下麻烦惹大了 别忘了 我叫他 那些人 又被人家 有什么都给人家 有什么都给人家 还不算是 在这给人家 那里 不 还不说 有什么都给人家 我 还不想 段大哥 这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 是前朝的城乡遗址 无缘无故的 船为何会沉 河道之下 机关密布 这里不能再乘船了 城墙遗址 为何会有这些机关 此事 说来话长 我要找的鬼街 便在这里 鬼街 并不是真的鬼 所谓鬼街 来是江湖中人 交换情报的黑市 段大哥说过 要带我去一个 很好玩的地方 所以鬼街 肯定很好玩 对不对 原来如此 又要失陪一下了 嗯 大大哥 水为生命 鬼街八门 暗合八卦方位 北方 乃砍水卦 我 i know you 我 便在ак 中目 x ك 子 て悔 太廊 饿鬼游士生 江湖恩怨回头 别怕 我没有怕 有段谋在 定会护得殿下周全 是方雨婷 把你们三个打晕的 是 师父 你们三个 他一个 来人 在 我没有这么废物的手下 拖出去 编四十 到 几大人饶命啊 几大人饶命啊 到 几大人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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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大人 属下见过总指挥室 起来吧 人 抓到了吗 除了方雨婷 其他人都抓到了 现在正在地牢里面关着呢 凭大人发落 方雨婷 方雨婷 擅闯南镇府私库房 打伤我手下 此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群小逆子 在袁孝之手下 萧正惯了 大人 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方雨婷是袁孝之的一女 又是她的亲信 此事 非同小可呀 呃 徐总期 我命你 查清方雨婷的底细 嗯 就从她的手下开始 您是让我 审问那些小妞 呃 呃 大人放心 属下一定把方雨婷 查个底儿掉 连她祖宗八代都跑出来 走 去大牢里面 招待黑玉族的小姐姐们 一点点 生死 需要 啊 哦 哦 嗯 啊 小娘皮 这么嘴硬啊 这么漂亮的小脸蛋 打坏了可真是心疼啊 说 方雨婷 是不是在帮袁孝之 密谋造犯呢 你们几妹俩那么要好 她的小秘密 你不会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屈子 北镇腐丝 竟然出了你这样的人渣 你以为中 你就把我给杀了 不要在这里白嘴喷粪 很好 你不说 有人会说 来人 带上来 快点 快点 姐姐 姐姐 小屁点 哥子 别怕哥子 徐菜 你有本事助我来 我妹妹刚来护肤当半个月 她什么都不知道 可真是 我肯定不会亏待她了 王冠 冠 temple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人 他们可着了 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都知道这个方雨婷是袁孝之的养女 可谁知道方雨婷的本性不姓方 那是袁孝之给她改的名字 改名字 为什么了 据说她原本姓富 袁孝之把她养在袁府之后呢 就让她改根了母姓 属下不明白 改姓是怎么了 袁孝之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 以她的个性 她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做这么多余的事 袁小棠 方雨婷 叫你们跟老子作对 咱们走着瞧 借过她 这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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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这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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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